中央宣布暂缓施打12岁到17岁民众 接种第二剂BNT疫苗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11号在议会质询时就爆料 全基隆市已经有一所学校 大约400位学生已经打完第二剂的BNT 要求卫生局长说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卫生局长吴泽成回应 这是依照中央的规定 但是你10月29日台湾成第一剂施打 为什么暖暖高中的同学 在10月29日就已经打了第二剂了 报告林议员 中央在推BNT在12到17的时候 12剂的施打期程全部都下来了 所以我们在排第一剂 所有的学校第一剂施打在什么时候 第二剂的施打在什么时候都已经排好了 那家长现在纷纷不平是说 为什么只有暖中打 他们也是回去之后跟其他同学联络 他的同学可能读恶性的 可能读定中的 可能读安乐高中的 其他的中学可能明德国中的 才发现说怎么只有我们暖暖高中的学生有施打 而且他们打完之后 班级上的学生其实有一半以上是倒成一片 那你们有确实掌握说 打完之后第二剂的学生 因为你说只有暖暖高中打吗 总共打了多少人 打高中国中400人左右 李敏勋追问吴泽成既然是依照中央的规定排定施打 为什么打完这所学校学生后 基隆没有其他学校学生接续施打BNT呢 所以我就气就是气 为什么只打暖中啊 那你觉得没错的话 你为什么后面不继续打了呢 不是说没错 我是说他还在合理的范围 对那如果合理 你为什么现在不继续打 如果合理的话 你为什么不继续打 因为政策已经延 什么时候延的 你什么时候接到指挥中心 大概十月中吧 十月快中的时候 快中的时候 那十月二九到十一月中 没有其他学校符合四周的这个规定吗 不是 应该都有了吧 大部分学校应该都有了 他的学校都没有打 李敏勋更表示 现在家长人心惶惶 甚至有国医女学生 除了接种两剂BNT之外 期间也打了子宫颈疫苗 甚至安排接着 又要为学生们接种流感疫苗 让家长们更是担心 第一剂 九月二十四号是第一针 第一剂BNT第一剂 那个时候是我们暖中是率先 我们整个基隆室先行施打 两周后国医的女生 去人强医院施打了子宫颈疫苗 两周后就施打疫苗 结果你在十月二十九号又给人家补 BNT第二剂 补上去 他等于是三周之内 等于是四周打了三针疫苗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那原本预定在昨天 要施打流感疫苗 因为现在是暖中的家长 每个愤愤不平 尤其在昨天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大家才知道 原本他们是兜不起来的 以为他们是以为说 全基隆市的学校都有在打这个疫苗 所以他们想说 好 大家都有爬 我们就遵照这个市府的相关规定 结果打完 现在一问之下才发现 你也没爬 大家都没有打 情况之下 暖中先打了 而且又是这么密集的打 这是女生 当然是女生 如果是男生的话 目前是只有打两剂而已 报告林医院 这个三种疫苗的施打 是完全符合规范 也是合理 如果是我的小孩 也是根据这样再施打 林敏勋要求卫生局长吴泽成和教育处 要追踪这些已经接种疫苗学生后续的身体健康状况 让学生和家长们都放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